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自由资金运营制造业 二二年的客户不错有增长 订单比较稳定 能抵押房产贷款用于大量的物料和少量的设备吗 物价一定会涨 一定会通胀 如果有资金的闲闪资金 储备一定的原料 包括对冲是可以的 包括买期货做对冲是可以的 好吧 但是你说我可以抵押贷款 抵押我家的房子贷款吗 这个我原则上建议谨慎 万不得一你可以做 但是我下面教你几招 如果这几招不可用的话 你可以谨慎的用 第一个 你尝试看看能不能用订单做贷款 你比如很多企业给你订单吗 有些银行是可以用订单做贷款的 能理解了吗 好像是什么保理业务 你尝试用这个 因为你一旦有稳定的订单 你又是在这家银行开户 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理解 这个大的话叫产业链金融 这样的话你的风险就小 就类似我想说的那个占星灯 你发现他是让他的客户拿钱给他生产 类似信用证贷款类似是这样 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理解 你千万别傻里巴基的把自己的房子抵押上 再买权料再给客户生产 然后再给客户谈判 再给客户要钱 他奶奶客户再不给钱 这个风险大了 明白吗 第一个用订单 第二个最好呢 用客户的钱 让客户预付款 这是第一招 好吧 第二招是什么呢 就是参照三星灯师的 让经销商预付款不愿意的话 让经销商入股 就说白了 我是给你们生产的 我给你们打工的 我是你们的孙子王八蛋 你们是我的爷爷 你们成为我的股东 第一你的销路稳定 第二你用他的钱 在做你的事 能听明白了吗 好吧 这样的话 你资金链是不是就很轻松了 这还有一个呢 就是让你的核心员工 身边的核心朋友 成为你企业的股东 因为你既然效益非常好 如果你不把你的核心员工 成为你的股东 这叫罪过 你对不住人家 对吧 大家一定要知道 企业好的时候做股权激励 能理解了吗 就是那个晴天准备闪 你千万别下雨天准备闪 就这个意思 你既然你的企业这么好 形势这么好 为什么不能和员工分享呢 要对得住大家 而且现在大的趋势是什么 共同富裕 兄弟们 由不得你 个人不要有钱 个人 你也没法有钱 结论就一样的事 学会通过交易 用别人的钱 还有一个 学会合伙 用别人的钱 合伙用别人的钱 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是共创 共享 共生 共赢 这叫智慧 而且用合伙 用别人的钱 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它是主动的钱 而不是被动的钱 你看你用银行的钱 第一 他奶奶帮不上忙 而且还要很高的利息 风险还是你的 你不小心倾家荡产 你要用员工的钱 你会用了他的钱 他拼命要工作 他要帮你承担风险 你要把你的经销商 你的大客户成为你的股东 你会发现他奶奶的 他不难给你卖货 而且他还让你用他的钱 为什么不可以呢 能明白这个是什么 而且这个是非常好的模式 啥意思 是共生 协同 共享 生态的模式 如果从竞争模式上 各位 我给你们聊一下 你们就知道 我们传统的理解 就会把商业理解为 零和的竞争关系 特别是天道电视剧 最大的硬伤就是这 能明白了吗 我们太多的 你们骂所谓的老板 骂所谓的资本家 是我们的认知出了问题 谁告诉你 商业上是零和博弈 商业不是零和博弈 它是共赢的博弈 共赢的博弈 我们以前理解的是共赢 本质 手段是竞争 但是我想说 那是过去时 真正好的模式是什么 就是我说的三星灯式 它是什么模式 它是协同 它是共生 它是生态 它没有竞争 你能理解了吗 这就是我真正理解的商业 各位用这样的模式 就是参照我说那个三星灯式 全国的路灯的设计院 设计师 是和他之间 是他帮人家挣钱 他成就人家 结果人家没买买黑力 给他工作 结果他还不给你发工资 能理解这意思了吗 然后很多经销商 还牛逼哄哄的要使 他奶奶呢 从来没有做 参加过全国级的大赛 而且是评委 专家级评委 有身份 有声誉 还得给你颁奖 还有社会地位 理解了吗 对三星灯式来说 我们就给你们搭台 你们唱戏 你们是大爷 你们是奶奶 我是你们的王八蛋 是孙子 我帮你们打做苦力 你们挣大钱 我挣小钱 理解了吗 协同共生 这是未来的企业的竞争模式 包括你们做个蛋糕店 做个小包子铺 我更建议你们 如果在一个小区旁边 你就做个定位 我是你的家庭厨房 我是我们这个社区的 共享早餐店 做得更有人情味 怎么不可以呢 好吧 我更喜欢的 我更理解的 我一直在实践的 是这种经营企业的模式 包括我们想做个养老院 能理解了吗 你比如各位 如果这家企业 你有敬畏感 你让很多 比如这很多四十来岁 五十来岁 他就把几十万 放在你养老院里头 然后将来之后 我就在这养老 各位你用的谁的钱 你能明白了吗 你用的客户的钱 办的养老院 你的养老院是谁的 是客户的 不是你的 那你是什么 你是孙子王八蛋 各位一定要知道 把自己放的越低 你成就的事业就会越大 如果在座的有基督徒 你会发现 基督徒给自己的定义 就是罪人 使生过来赎罪的 为什么 我们不可以把自己定义成 就是孙子 就是网八蛋 我们就是成就客户 成就员工 成就合伙人的 我们就是做幕后的小丑 我们就是 我就是成就大家的 能理解了吗 就是我们内心越卑微 内心越谦卑 才代表你内心自信 是吧 而不是自己不尊 别人不尊重你 你自己穷百货 没有任何意义 好吧 这是我推崇的商业文明 我推崇的商业理念 我一直在往前推 但我知道我的个体能力有限 我知道我做不了多少 但是我只不过是一直在努力去做 仅此而已 但具体的话 我建议刚才这个 这个你听听我的股权基地 听听我的合伙人 股权设计 你如果企业有一定的规模 按道理说你应该有规模 你听听我线下的两天课 你再听听我四天的方案班 因为股权基地 它不是一个工具 好吧 它是一种对商业理念的认识 它是从底层颠覆我们的商业理念 就是我们以前的竞争 假设是一棵树的话 我们现在是把我们的商业 把我们的企业变成一个生态 生态啥意思 协同共生 你要知道生态永远不死 我不知道各位理解没有 任何一个树可以永远死 都会死掉 但是一个树林 它永远不死 各位能理解了吗 所以我想各位 我们都要做成这样的 成为一个树林 别成为一个树 一个树很快就死了 树林不会死 那样的话 我们永远坦然 哪怕是很小一块树林 我们内心一定是极度坦然 所以具体的话 这就是我为什么 老说我的课 先你们经济能力有限 不超过一千万的话 你就好好地先听听 我线上的所有的课 因为那些课加在一起 才几百块钱 如果你有经济能力的话 你就听听我的线下的课 多挺 一定要多挺 因为三星灯是 它的所有的管理人员 都是我学生 它的总经理 在我泰山市动会里头 它跟着我不是学一年两年 好吧 这个学东西一定要学透 我一再说 学东西的时候 你看看它的底层 它的最最底层 就是它的山观和你底层 是不是一致的 如果是一致的话 你就不要动 你长期跟一个人学 好吧 我们太多人学习不一样 我们太多人学习 就是表面上 越花了呼哨 越喜欢学 然后今年换一个老师 明年换一个老师 后年换一个老师 而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 我有太多的学生是这样的 又赚了十来年 又回来再找我 然后还说我理解 我认识我完了 我说你活该 十年前又认识我 二十年前又认识我 这是我的一点点建议 我认识我认识我